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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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說是小夜裡開的花 寄人無捨風雨中 飄零的永遠不再相後 誰握住女人一雙安詳的手 把女人在遠近高的路伸心 花開你的臉 雖無欲卻深情 花開你的心 雖柔軟卻永恆 當鮮花開滿了人眼 看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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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樣的眼睛 我始終有個想法 不知道怎麼跟你說 說呗 你還記得那個 知青大姐葛紅燕嗎 記得呀 總跟你寫信的那個 她每次寫信告訴我 希望我能樹立遠大的革命理想 就要有實際行動 所以我想離開家 去葛紅燕大姐的清點點插隊 不行 我不同意 為什麼姐 你對農村熟悉嗎 你一點都不熟悉 光憑這一股革命熱情 就去了能行嗎 你不去 沒人說你思想落後 可你要是去了 你再想回來 那就是懦夫 是逃兵 我不會退縮的 我不會當懦夫 也不會當逃兵 你這話說的 一點根據都沒有 小時候咱去老爸家 冬天砍柴火 夏天產地 這苦你都受不了 你還想去農村 我勸你還是好好想想 別那麼草率就做決定 鐵子 你就別給我貼亂了 我現在擔心的是鋼子 哥今天也太激烈了 雖然馬百軍莊講了 可是他也不能說那樣 傷人心的話呀 我聽了心裡都受不了 鋼子是被小彭叔叔 弄得頭腦發暈了 我就不明白了 他怎麼那麼崇拜小彭叔叔呀 壞了 怎麼了姐 你還記不記得 鋼子說要跟小彭叔叔 揭發小姨的身份 記得呀 那他要是跟小彭叔叔說了 那我怎麼辦呀 什麼你怎麼辦 那我就當不成女兵了 現在政審這麼嚴格 他們要是知道了小姨的身份 那我就當不成了 那怎麼辦 不行走快點 去哪兒啊姐 找鋼子去快點 那你為什麼要到尾堂去燒紙呢 現在披風箭四舊披那麼厲害 誰敢在自己家門口燒紙啊 再有啊 就是 多賀那天 是給我還部票來了 我正好趕上都沒吃飯 我就留他在家吃點飯 多賀還做了個菜 酸菜豬肉燉粉條 喝了兩口酒 也說了不少心裡話 當時我是心裡挺激動的 就喝得有點多 後來我送多賀回來的時候 正好遇見大哥也回來了 糟了反正這事就是這麼個事 你也別多想 這事和大哥沒什麼關係 你不用解釋了 我壓根就沒那麼想過 那他是什麼人我還不清楚啊 你大哥他正派 他一點毛病都沒有 嫂子不這麼想就好 那我來啊還有一件事 想跟兩位說 客氣什麼呀 有什麼事你說 我也不知道 你們同不同意啊 我想把多賀取了 小師啊 這是好事啊 嫂子沒意見 不過你得問問你大哥 看看你大哥他是什麼意見 多賀 怎麼想 他願意 多賀親口跟我說 他願意嫁給我 你有什麼事情 大忠祭 他願意嫁給我 不知 他願意嫁給我 他願意嫁給我 我 haver 小石啊 按说你老婆死了 多贺的乐意嫁给你 我们没什么意思 可是你跟那姓鹏子在一起 我对你有看法 你怎么能跟那个汪八蛋在一起胡作非为啊 大哥 这你可能 对我家的事还不太了解 我父亲以前是咱们县最大一家钱庄的老板 解放钱也算是崩筐一时 那哥现在家庭出身不好 那小鹏他就是抓着我这一点 就逼着我跟他干 我还是不干他就给我扣一黑五类的帽子 我也是怕挨肘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那就跟他干呗 这也没什么 你这不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吗 还有就是我没跟你们说啊 那个小鹏是逼着我 揭发夺贺的日本人身份 我那天要去跟大哥说 那大哥把我好一通绝 我当时真挺生气的 正好是多鹤过来了 要不我可能就借着有劲就把这大字包给写了 我的天哪 你多亏没写 这事还亏了多鹤去了 我姑娘春美呀 马上准备选女兵了 这多鹤的日本身份给揭发了 那我姑娘这前程可就给毁了 那你想过没有 你不仅不揭发多鹤 还要跟多鹤结婚 那姓鹏的能放过你吗 管不了那么多了 反正我是豁出去了 就算是他能把我打成黑五类 我也认了 不是不死人吗 只要是我能和多鹤在一起 只要天不塌地不限 只要不掉脑袋 我全认了 我们家多鹤没看错人哪 小师啊 当年姓鹏的想糟蹋多鹤 被我碰见了 他没得逞 我揍了他一顿 让他写了一份认罪书 这么多年他一直躲着我怕我 就是因为他的把柄在我手里攥着 这个我知道 多鹤跟我说过 这个你拿着吧 那个姓鹏的要跟他整你 你就把他拿出来 让他看见这个东西 他就老实了 大哥 这还是你拿着吧 那万一姓鹏的整你呢 他整我什么呀 我家根正苗红 我哥哥是革命烈士 我又是党员又是老母 他整不了我 拿着吧 是 拿着吧 可以 好 谢谢阿密 这我不想找得急 你的邂选 多痛 你不再是你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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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 我跟您打听个人 谁啊 钢厂的彭干事彭瑞祥 他这两天没来 没来 他不在这集训吗 他去交流工作经验去了 他 他去什么地方交流经验 是那个渤海市 渤海市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不知道 那您知道他去渤海市什么地方吗 什么单位 钢铁厂啊 对口单位交流嘛 是渤海市的钢铁厂 行 谢谢您同志 不客气 这儿呢 出发了事了 钢子接发小姨去了 怎么了 你慢慢说 说清楚 慢点说 慢点说 爸 你打完钢子 钢子就去找彭叔叔去了 你不知道 彭叔叔给过他一个任务 让他去接发小姨的日本人身份 这个小兔崽子 他敢 走走走走走走走 是吧 小兔崽子 你说跑哪儿去了他 要不然啊 咱就先找他那姓彭子 找着他不就找着钢子了吗 我呀 我去党校问了那些集训的人了 说那姓彭子呀 去外地出差了 喝点水 那钢子也不能上外地去找他呀 他兜里没钱 他上哪儿找你 慢点慢点 你说他孩子能去哪儿呢你说呀 妈 走着呗 学校我们都去了 回了好多人都说没看见 我们还问了不少女的朋友 都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咱们当不知道呢 你说她都没看见 这孩子哪儿去了 她能不能出什么事啊 她那惊着头她能出什么事啊 就是 我都担心死了 我担心她真把小姨给揭发了 那我咋整啊 那我这前途不都再给毁了呀 我打刀开她腿 她敢她 爸我哥她能这么干吗 那个小兔崽子 她什么事干不出来啊 就是 行了都怨你呀 都怨我 怎么不怨你呀 你要是不打她 那孩子能跑啊 那我给他们打她 你为什么打你说 那不都是因为她冲你魂吗 跟我放火怎么了 放火你就打她呀 我告诉你我不愿意说你 你今天心里不痛快 你就是因为她小姨要嫁给小石了 你是不是知道 我因为这个事 你能跟我发这么大火了你 你有那本事你把它留住 你嫌我多余我走 我回我娘娘娘 二环啊 你上哪去了 我刚才到你上边的地方 也没找得上你 怎么了 没事 我们找个地方说话话 那上午下去吧 来 来 这边 这事我跟他们已经说过了 他们怎么还吵架 是不是那张简舍得你 让小黄看见了 就得就吵得闹了 刘鹤 你是不是 也有点舍不得离开 不 我没有舍不得 我现在只想快一点离开 咱们结婚吧 明天就结 姐 行不行 明天恐怕不行 因为桂雨云死了三年了 我都没跟大家说 他们都以为 我在乡下还有个媳妇呢 所以我得先回乡下一趟 开张死亡证明 证明我媳妇死了 也还得证明我是单身才行 那你就快点回去 今天晚上就走 可以吗 我是打算今天晚上走的 我刚才要去找你 就是这个事 我可以和你一起走吗 这个 恐怕 不太方便 因为我还得回桂云家一趟 让她父母看见 我带一个女人回去 那心里她会不舒服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我是日本人 你和我结婚 不怕我会给你添麻烦吗 日本人怎么了 你又不是特务 你又不是反动派 你又不是反动派 你在我眼里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 你就是一个我爱着的女人 我已经跟那个 张建良口子说好了 只要是天不塌地不限 不掉脑袋 我就非娶你不可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你是不是不想回家啊 那你就住我这儿 待会儿走的时候 把钥匙给你 你放心 我去了 只要开了证明 马上就回来 回来咱们就结婚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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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 慢走 这么晚了 你们娘三个找到这儿来 可真是够幸福了 小叔叔真不好意思 给你添麻烦了啊 麻烦个啥呀 你用不来回不能睡觉啊 我得值班啊 黄叔叔 值班还得一夜不睡觉呀 那还敢睡呀 你看这大天尾的地 要是有坏人点挖火 那损失可就大喽 乔叔叔 你责任可够重的了 可不是嘛 这活啊责任大着了 来 外面天长 快进屋哪里哪里啊 谢谢啊 来 太医生 来 赶上座位 别赶紧站着 坐进哪里哪里 乔叔叔来 来 让帖子帮你干吧 江师傅 坐坐 太医生 你们家刚子 啥时候从家里出去了 中午就出去了 这不该找的地方 我们都找遍了 他没找着啊 这不帖子就忽然想起来了 说刚子跟你儿子是好朋友 没事啊 愿意到你这儿来玩 有的时候 还说在你这儿住一晚 这不我就琢磨着 这孩子肯定又跑你这儿来了 所以我们就找来了 今天呢 我倒没看见刚子 后续和我们家志军在一块儿 每会儿我夜里值班啊 志军都会来陪我 要是他们俩在一块儿了 一会儿刚子准能完 那要这么说就是了 乔师傅 我这儿子 从家里出去他没地方去 你看你这帐篷里又挺暖和 又有被子 你又对他好 又跟您儿子是好朋友 他不上这儿来能上哪儿呢 那你们就踏踏实实在这儿等着吧 行 行行行 乔师傅 那我们可就在这儿等了 您忙您的吧 别耽误您事 那好那好 我正要去巡逻呢 你们坐这儿等会儿 我这儿有画子 铁了 拿画子给你妈磕画子 别客气 乔师傅 妈 姐 吃瓜子 妈 吃瓜子 这钢子心真狠哪 说走就走 妈 妈 你说钢子心狠 你心不狠呀 谁让你不听我话了 我不让你们穿 你们非穿 我能不生气呀 不就一套军装吗 你犯得上那么生气 犯得上 妈 我说你别不爱听 我看你啊 不是跟我们置气 你是在跟小姨置气 从小到大我一直有个感觉 只要小姨对我们好 或者我们对小姨好 你总生气 这回买军装 要不是小姨帮买 你也不会这么生气 咱们家的事啊 我真是搞不明白了 你和我爸 还有小姨 你们到底咋回事呀 为什么总是 总是憋着一股劲 你挖药材的 跑根问地的 一个小孩家 该让你知道的你就知道了 不该知道你问什么 脑子里想什么呢 妈 小姨到底是不是日本人 不是 其实你不告诉我们 我们心里也有数 小姨她是日本人 可我就不明白了 小姨是日本人 为什么住在咱家呀 你 我小姨 我爸 到底什么关系 她为什么一直要隐瞒自己身份呢 你瞎说 再瞎说 我告诉你啊 从现在开始咱们家立个规矩 从今天开始 你们谁也不许再提小姨的事 谁要是敢再提的话 我就拿根针把她嘴给缝上 不信你就试试 妈 你有点不讲理了 我就不讲理了 妈 我们都不是小孩的 就算你能缝住我们的嘴 你能缝住我们的脑子吗 姐说的这事 我们能不想吗 咱们家这关系这么复杂 搞得我心里七上八下 我心里还七上八下的呢 怎么了吗 怎么了吗 我才想起来 咱们出来的时候 那炉子上我煮了一锅高粘米饭 这么长时间是不是漏了 没事妈 你别着急 我小姨不是要回去了吗 还有我爸呢 你爸去找你小姨了 你小姨上你小石叔叔那儿了 他要不回去可就坏了 妈 要不你和姐姐在这儿等着 我先回去 你等会儿 你敢走吗 我怎么不敢走 我一个大男人 谁还能把我姐走呀 拿着 不用手带 你和姐留着用吧 外面月光挺亮的 我走了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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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路上小心点儿 千万别摔着啊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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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你不要再给我换鞋了 让人看见了 会更怀疑你的身份的 以后是不能给你换鞋了 这恐怕是最后一次 你明天要走 今天晚上就走 今天晚上 小时回老家去开证明了 他把钥匙留给了我 我今天晚上就搬过去 我先不准备了 你来看看 我看你 你会把钥匙留给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她开什么证明 她的妻子去世三年了 一直都没有人知道 她去开个死亡证明 证明她是独身 回来以后 我们就结婚了 小时是个好人 这段时间 我错过她 多花 如果小桓不这么折腾 你是不是不会这么快离开这个家 十年前我就打算嫁给她了 可那一时候 我们没有缘分 现在缘分多 那你 一点也不留恋这个家 我怎么会不留恋的 毕竟我们在一起 生活了二十多年 这二十多年来 你也好 姐姐也好 对我 对我像亲人一样 对我像亲人一样 还有那三个孩子 二鹤 二鹤 我有个请求 你能送我一样东西吗 什么东西 我想要张全家福照片 就是挂在墙角的那一张 用一个第一张 你们有一些 敌人 那我没想到 一些大麻木 的过程 但是做得很好的 人 为让你 时间过得太快了 转眼间她们都那么大了 也长片上了 她们还那么小 要是永远都长不大了 该多好 而和你看你现在 白头发都长出来了 孩子都长大了 我们也老了 多和 我真不舍得你走 你走了 我这心会变成空壳 这么多年了 虽然我们再没有感情的接触 只要你能生活在这个家里 我的心啊 就像在太阳底下朝着你 很舒服 很温暖 每天看见这些活风乱跳的孩子 我就会想到 这是我喝多喝的孩子 每天听见你说话声 听见你的脚步声 我心里就踏实了 所以 所以 这个家 对我很有吸引力 每天下班回来 我就着急地往家赶 只要能看见你 看见你 你 蹲在那里 给我借些大 大医生 我就感觉 我的生活很幸福 很幸福 你嫁给她 我还是很难过她 我的血 她就像撕碎了一样 会痛一辈子 她 一直躲到死了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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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舍得 你让我在这个世界上 留下了三条生命 我怎么舍得离开你的 但是我不可以 不可以的 就像我这辈子 做不了母亲一样 这是我的命 姐姐也很可怜 我走了以后 你一定要好好对姐姐 这个家只要我走了 这个家只要我走了 才会爱你 才会有快乐 所以你原谅我 我一定要走 我们要走 她要走 你 我 你给了我太多的幸福 你给了我太多的苦难 你让我杀了那些什么灰 什么灰 妈 好好活着 国海市纲场招待所 别敲了别敲了 阿姨 你看你这孩子敲啥呀 半夜三更的人家都睡着了 你弄醒了 你住宿啊 我们这儿没地儿了 你上别地儿去吧 不不不阿姨 我不住宿 我找人 你找谁啊 我找千刚刚场来的彭瑞祥 彭瑞祥 有这么个人 咱们有事啊 有事 特别急的事 怎么 他家出事了 对对对 他家出事了 他家出事了 那行 我临你找去 好好好 谁啊 彭同志 这么晚了 有事吗 彭同志 有人找 好 谁找我 季晓同志找你 彭叔叔 张刚 你怎么来了 彭同志 他说你们家出事了 彭叔叔 那谢谢 不客气 来 快接 走 你这是怎么了 来来 走走走 大老远的跑这儿来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妈把我军装捡了 还有 我爸还打我 我现在再也不想回这个家了 这个张婧 真够了混蛋 他为什么打你 他 他不让我跟你接触 说我跟你接触 就把我腿打断 我现在没有家了 没有亲人了 以后 你就是我最亲的人 好老孩子 你说得对 我就是你的亲人 以后你就听我的话 听我的话没错的 我以后就听您的话 好 你看过你这样子 快去洗洗吧 快 好 小子看起来 小警察 走起来 看看哪个是个姑娘 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第二排那个 急训训训训 是不成鞭子吗 那不是咱闺女吗 是是是 现在 现在 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 过去跟他们道个别 之后 我们将进入正式的封闭计训 接着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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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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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看我这身军装好不好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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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看 妈 妈 我们急事三天 三天以后吧 就知道定人了 啊 如果定我了呀 跟你们见面的机会可就少了 哎呀 妈不怕 只要我姑娘能当上兵啊 走三年两年的 妈都高兴啊 是是是 姑娘啊 只要你能当上女兵 那爸妈多体面呢 是吧 是 姑娘啊 在部队啊 要听首长的话 受纪律 这个眼睛啊 要有眼力劲啊 看见能干的活就干 好好表现 争取能走上 咱姑娘一点问题没有 是是是 就凭咱姑娘 脸蛋长得也好看 身材也好看 能有问题吗 像我呀 什么像你呀 姑娘 你长得像谁啊 像妈 像她 姑娘啊 妈都偷着看了 就那些女兵啊 没有一个长得有你好看的 你说这上部队是当文艺兵 这身材不好看 脸蛋不好看 还上部队当什么女兵啊 是是 那也不是上部队去喂猪呢 是吧 妈 你别这么说 人家长得都还行 不行 就我姑娘好看 他们没我姑娘好看 那谁呢 帖子呢 帖子啊 帖子怎么还没到啊 是啊 爸 妈 你别找了 帖子来不了了 来不了了 怎么能来不了呢 他早上到我这儿来看我 给你们留了封信 让我转交给你们 信 这什么意思啊 全体结合 妈 爸 我得 我得去集合了 好好好 妈 你们回去好好看 一看就明白了啊 好好好 我走了 自己好好训练 别想妈妈 别想爸爸啊 妈 你好好看 千万别担心啊 知道了 好嘞 好嘞 快点 想起 向即看 捐笛 香腰gruppe 起步 Ram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二 爸 妈 我走了 我要去葛侯燕大姐的青年点 这个想法不是今天才有的 很长时间以来 我就想过要去那里 只不过没有下定决心 尽管我走得很突然 很匆忙 但是我还是决定要走 最近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 让我很痛苦 哥被爸打跑了 爸和妈吵起来 没完没了 互相埋怨 互相指责 我真的搞不清楚 这里的是是非非 妈 昨天夜里 我好像做了一个噩梦 在梦境里 我看到了让我震惊的一幕 我无法面对梦中的人物 所以我只好选择离开 让我去实现我久以渴望的理想吧 革命青年志在远方 再见了 爸 妈 请转达我对小姨的问候 我祝她幸福 我梦中的甜品 我们是以后机会一起去 这心情 意思是 你自己喜欢生气 我一下 你选择牢 我一下 知道你那些 我感觉 你愿意 你稳定 告诉我 什么叫快乐 我稳证变得寂寞 梦里的常课 蒲公英对风而说 我不想要降落 就这样抱着我 你怀里好热 不要再问我 为什么舍不得 我早已经习惯了 紧急做的我 予离开云朵 挑如何遇见漩涡 上月后一起摇拨 鱼桃相濡一抹 没选择 告诉我 什么叫快乐 我稳证变得寂寞 梦里的常课 不公英对风而说 我不想要降落 就这样抱着我 你怀里好热 我稳证变得寂寞 不要再问我 为什么 舍不得 我早已经习惯了 静静做的我 静静做的我 予离开云朵 跳入河 遇见漩涡 上月后一起摇拨 上月后一起摇拨 上月后一起摇拨